今日来的潜土路由是真受到UK意外 尤其是关注兵中所推出的暴漏流行 今是真正UK第三条 清楚今天香港所准备要在5月中来基盤的 春阳跟都达暴漏的路由行政 这推出就马上被清完起 对出公所表示 不仅向来有未少的暴漏 都有来推出潜土路由 所得来他们要续续来推出各种的暴漏行政 有行政UK可以随时来主机公所谱 暂时公布消息 它除了有日志时期里头 那个物色事件的故事之外 很有趣的是它是台湾在自然地形当中里头 环流秋的落差最高的一座 所以也就是说离溪古道整个的山头 它是落差最高的 日期时代就相当出名 有少富属山之前的春阳这座小山 是春阳暴漏流的重点之一 要由当地原住民文化以及独食风味餐 都是暴漏流的重心 人爱香港所5月中旬 推出春阳导达暴漏流的游停 开放万路报名以后 没几十分前就麻烦 可见受欢迎的听到 5月初就会安排我们南乡 这个春阳春还有这个都达村的深度之旅 我们是推动的非常的认真 也得到我们民众啊 这个非常热烈的一个回响 我们只要网路一开放深度之旅啊 我们南乡这个部分 大家都马上报名而满 近年来松阳流行青岛路由 有主人警官主员 有够豐富人文汽舍远向保禄路由 就相当受到UK喜爱 也因此人爱香港所 近年来台力推电向来保禄路由 整个月不少地食油庭 都是一推出的马上报完 主要就是因为保禄顺破主人红毛 可以让UK有完全不一样的体验 朋友介绍啊 那初来到这个地方觉得对这边的印象 很宁静啊很纯朴啊 我们那边比较热闹 这边心情都非常的舒服 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纯朴自然 比较有那种自然生态 不会说开发的 比较原始的这个步入 包括了很多的人文的风情 还有一个历史文物 还有我们的好多的射箭的一个活动 或者是生态旅游的 一个种种全方位的一个准备 让我们的全国的人民 都能够来享受我们文化风情之美 人爱香港所由年车收梅花 收莹花到万倍了 要过围中的保禄路由 都是一推出的马上报完 适合不少UK晚餐 公所表示 欧修要很多种保禄路由 邮庭的力量推出 有兴趣的民众 可以随时注意人爱香港所 网站收广告的消息 也欢迎大家把握机会 全方人爱香港体验 上国团外的保禄青岛路由 欢迎大家到人爱乡深度旅游战 接着我先彩虹报答